长期推动有机爱地球的花莲央月美地度假酒店 特地在6月举办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 呼吁民众同心融入自然 摆脱生活的压力 享受身临其境的自我发现和成长旅程 今年全球健康者的主题为回到自然 而这次主题象征了人与自然的重新连结 鼓励个人拥抱周遭自然元素 享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身心转化力量 上草大自然为基础 全方位健康疗愈活动以及体验 那在6月8号的当天 我们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可以从整个的一个 大自然的香草花园的一个导览开始 然后我们试着去抚摸这些香草的互利子 让我们融合到这个场域当中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有整个的一个天然酵母的一个培养 那让大家熟悉怎么样用最简单的食材 用我们的面粉 用水 还有空气里面的这些微生物 怎么样从这些自然的食材里面 培养出一个可以世世代代相传的一个天然酵母 那这个酵母的话 你带回家的话 我们可以做面包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些好吃的一个料理 那当天来的人都可以学到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东西 那在下午的课程方面 我们有所谓的我们的养母田的活动 我们会带大家到我们的 一起的这个军达的有机农场里面 让大家可以在这个 亲手去接近这个土地 去学习怎么样把这些永续的这些活动 怎么样做这些大自然的有机的好的这些东西 去做一些体验啊等等 去更亲近更了解大自然 也符合今年整个活动的主题 那最后的话 我们在中午的这个休息的当下 我们还会有一些整个的 所谓的永续公益的一些影片 跟大家做一个欣赏 那也就是今年我们一定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跟世界地球日 跟世界健康日一起 把整个六月当成我们的一个瑜伽的一个疗愈日 央业美地度假酒店与军达休闲农场在2023年 2024年连续获得荷兰GTS绿色旅行标商两星认证 2020年更成为台湾第二家获得CEO GSTC 国家永续饭店认证的度假饭店 是台湾最低碳香草主题饭店 而这次活动透过一日精心设计的旅程 让每一位参与者成为一个环境守护者 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减少碳足迹 为自己与地球的健康做出贡献 记者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